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很活跃 他到香格里拉会议上去 然后又到菲律宾 然后又朝着中国发飙 媒体都很热衷于宣传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亲密关系 很多人的眼里面 这一老一小如同父子一样 有一张照片泽连斯基眼里边叉的看着拜登总统 像是久别重逢的亲生的父亲 表情这样 但是跟大家说实话 乌克兰和美国关系并不是像人民想象那么融洽作为工具人 泽连斯基从来就不发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乌克兰你本来是帮着美国打仗的 泽连斯基本来是美国的小马仔 但是现在乌克兰和美国闹矛盾 泽连斯基这四季一脚油门 把亲美的高官一股脑给收拾了 最近看到很多报道 网的报道 这个接着俄罗斯报道 就是泽连斯基在这次出国之前就去相会之前 把一堆亲美国的他手下的高官给收拾了 你要看俄网 他们给你拉出一连串地利多多的名单来 你和这世界变化快不快 好深的邮报报道说 在乌克兰如何抵御俄罗斯的问题上 泽连斯基及其执政团队越来越多的抱怨美国 抱怨华盛顿 抱怨拜登 说那么老 咖啡眼的 你限制了我们应对俄罗斯袭击的能力 换句话说 泽连斯基是经常 晚上就在那滔滔不绝的对电视台里讲 不是我们打的不好 是你限制我行动 最令泽连斯基反感的是 美国政府要求泽连斯基反腐败 太让我感到不愉快了 泽连斯基大家知道 当总统之前 没当过公务员 没当市长区长 拉达没干过 拉达是他们议会 他干嘛的 跟郭德纲赵本山一样是个喜剧团队的班主 班主从来都是自个说了算 当光了班主啊 从来一个人说了算 你还过来监督我 你给钱就完了管那么多干嘛呀 你以为你给我钱就可以监督我 泽连斯基对美国这条非常反感 大家知道战前的时候 乌克兰就是一个 腐败高发的国家 打起仗来告诉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乌克兰的好多美国给乌克兰的武器 最后都弄到 弄到加沙那边去了 这笑话吧 不是笑话 下面转运哪 小鸡不尿尿 自个儿有条道啊 很多人嘴上扬言要战死 但裤兜里是抹了黄油啊发家呀 最近几周 乌克兰和美国的最尖锐的分歧呀是 乌克兰是不是可以使用西方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 今天我看的消息是美国好像已经同意了 这个有限度的 同意 泽连斯基 你可以打击 临近的俄罗斯的境内的目标 但是在这之前拜登一直苦口婆心的跟泽连斯基讲道理 拜登说 孩子 我们打的是场有限的战争 你不能把我拖进去 乌克兰战争的外溢效应扩大可能导致欧洲战争乃至世界大战 我费了很多时间来说服欧洲的盟友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 所以你不能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这一点泽连斯基是心里面恨透了 泽连斯基发狠呢 你给他什么武器 F15你给他 你给他合武器的都敢扔出去 后来乌克兰就全面败退 节节败退 说打反攻 结果节节败退 俄罗斯全面胜利 俄罗斯全面胜利逼迫拜登退了一步 就说那乌克兰你使用美国的武器对 对进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俄罗斯军队你进行有限的越境打击 注意呀正常的修士词 不是说你可以直接干莫斯科 干圣彼得堡 泽连斯基这个人 他 统领整个对俄罗斯的战争 他最知道压力有多大 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乌克兰期间 泽连斯基要的东西他没给 你不给就算了吧 基辅的一家酒吧里面 布林肯呢 弹吉他演奏了一曲自由世界里的摇滚 摇呀摇呀 泽连斯基很鄙视你这种支持这种装模作样这种美国政客耍起来 泽连斯基心里面说你在舞台上的表现 你怎么跟我比我比你更会耍你知道吗 你这种支持一分钱都不值 但是没办法人在围员下不得不低头泽连斯基气横横的在旁边 尴尬的笑着尽管的已经 吐口表示松动了但是拜登特别是五角大楼的官员就泽连斯基非常不放心 因为这家伙什么事都敢为了戏剧效果他什么事都敢做出来 他不断的挑衅扎波罗尔核电站 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扎波罗尔核电站你不断的炮击呀 虽然他有防护啊 常规的武器不见得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万一 扎波罗尔核电站出现问题 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核泄露 那比一枚战术核武器引爆 那污染情况厉害得多 核电站啊 而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欧洲国家 包括是美国 是绝对不愿意看到 5月29号 泽雷斯基干了一票大的把五角大楼下得不轻 乌克兰声称他用自己的武器啊 已经把俄罗斯雷达战给干了 美国的这个申讯系统就看到了天哪你怎么干那个雷达战呀 这个雷达战知道干嘛的吗 是提供关于西方的常规防空和核发射预警的 在核武器的问题上美俄两国 互信程度如此之低 你直接轰击这个目标 这可能会坏大事的 拜登总统听到消息 估计老爷子挤着一身冷汗 简而言之吧泽雷斯基是一个很好的代理人 他做到了其他代理人很难做到的事情 但他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代理人 这个演员出身的泽雷斯基脑子思路清起 总是想憋个大的你说这事多让 让多事知秋的拜登感到害怕呀 对美国来说泽雷斯基集团队的腐败呀 你就腐败吧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你不听指挥 让乌克兰战争 外衣效应擅自扩大 这一点必须做出限制 美国人这两天瞄着马克龙 因为马克龙他老是喊着要参战参战 不怀好意唱弦外之音 这叫北约出兵 拜登感到为难呀 你这想你挑头啊 马克龙不是真要出兵 第一支法国派出队伍已经有了 你看看这个视频 这是法国派出的支援乌克兰的队伍就这样 一群死娘炮 死娘炮这词 是罗马教皇罗马教宗 方济各用的词 死娘炮 一帮男的扮成女的 很妖绕踩着恨天高的高跟鞋 涂着青红的大嘴唇 然后在巴黎大街上这样这是一支派往乌克兰队伍 所媒体一片哄笑 这段视频你看了吧 什么感觉 哄笑之鱼 让残酷的战争 有了政治闹剧的色彩 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动政局民司马南再见